其实保护眷村它还有另外一个很正式的一个议题要注意的就是什么样 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眷村大部分的眷村都有这个问题 有可能是共和新村这个问题稍微稍微比较严重一点 什么样情况就是原有的住民他大量的离开 可是他住了一些新的住民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新住民所住的房子它属于柯纳屋 以前是孙波波的房子 那这是一个新住民的典范之一 为什么就是说你来 然后我是希望说共和新村里面或者所有眷村的房子都一样 你不要去拆它 你干脆就租给人家当工作室 因为刚刚有一个人讲的嘛 就是说那个房子它有什么想法什么想法什么想法 没错就是这样 就是说第一代的人他能够住进来他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但他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跟想法 说我去怎么耕耘怎么营造 他不懂 可是呢我们到年轻的二代 我没有为这个新的这个旧的房子住入新的思想跟心血 那我现在来来主人跑哪去呢 来来来 你要出来讲讲名字 我要讲名字 那就是说您租来 被租进来是因为风灾水灾的关系 因为东港上八八风灾以后全部都淹 然后一直找到这里来 这边不会淹水 然后这边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因为我们进来有潜艇后院这样子 那住起来会非常舒服 像我们在做花朵或什么的话 这个空间就会非常好应用 要不要折 然后它的好处就是 你会跟一般住宅会不一样 住起来会比较接近土地 较早的平均 所以现在你们就会觉得很舒服 它唯一一个缺点就是 当晚早上雲子特别多 所以我们早上怕常常去帮忙 然后这一块呢 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树 主要树都已经烧了 所以你说你看这墙会超微大一分 本来比较长的都没有了 所以都光粗粗的 那我发现不错就有炸酱草 我就故意留着 让它长满成片炸酱草 那长到最后发现也不错 我们再开始做那个 料草植物 所以这最后只要一只种 也差不多就这样 所以就把这一块就变成 有一点像料草植物这样子 今天我早上就靠那个 香茅加薄荷加田植 我们就靠茶这样 现在就不用靠那个 迎娶机了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 平蓝色 平蓝色 所以我们都会在 共和社区这里写生 所以刚好可以画一面 记录这一边的情绪 那张红色的门就是学生画的 不需要挤着都拐 这边不需要挤着都挤着 这么拐好啊 所以大概一阵子会慢慢进入这里 未来它的命令 可能要特别来努力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数 但是应该不会太久 但是它不会太久止的 其实是它所预设的改建区 但是问题它虽然说预设改建区 其实国安部的胃口没有那么小 我知道的马路消息是 后面那一区会改建 然后有一区会留说像公园 这样可能这一区块 那那一边靠近王源那一边是未知数 那王源庙可能会协调 他们把他买家 大概是这三个号家 因为这个部分是 东隆宫在上上个月就有开会 东隆宫到有开会 有开会就是说 那个二龙坊那边这一条路进来 就是这边那个大路进来 那一边有可能 有可能